运动1.0就是大家传统熟悉的 运动对身体健康的好处 那这一部分不用我多说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运动2.0的概念就是 运动不是只有对身体有帮助 运动对我们的脑 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帮助 透过运动来强化我们的潜而易功能 是目前在运动大脑这一块 是一个很热门的议题 要透过运动来改变我们的健康 其实要做对运动 要用对方法做 那这个运动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运动处方 我们一个很简单的 容易记得处方的要素就是叫做Mr. Fit M就是Mode Mode就是所谓的运动类型 就是做什么运动 R就是进展的数例 叫Rate of Progression 就是说整个运动量跟运动强度 要怎么样逐步的增加渐进负荷 F就是这个Frequency 就是一个礼拜要做几次 I就是Intensity 就是要做得多继续 那这个T就是Time Time是要做多久 那在这个运动大脑这一块呢 运动的类型 就是做什么运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用什么样的运动 对大脑的功能的促进最有帮助的 那这是一个叫做 负荷跟适应的概念 在做运动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去增加对大脑的负荷 那大脑因为被负荷之后呢 它就必须要去产生一个反应 一个适应 那这个适应下来之后呢 我们大脑功能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这个负荷与适应的概念 是在整个运动的方法里面呢 是一个很关键的处方考虑要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